竟然IDER在节目上被问到IDER养活Cube 而他们也同意了这个说法 全员表示付出后发现公司股价在上涨 并吐漏要是事先买好股票就好了 令全员们爆笑 而对于Cube算是很好的公司妈的问题 被帮扑红毯妈做出了意外的反应 看得出来公司的待遇相当差 舒华更是生气的爆料空调也不休 Mini也表示冰箱也是 宋雨琪还叹息说到流着血汗和眼泪 而其实之前在别的节目上 就有播放了空调冰箱等 电器坏掉房间角落的沙发 还有地上脏屋以及零散垃圾的练习室场景 他们为了改善这种状况 给公司代表和专务打电话 直接谈判改善练习室的环境 他们的诉苦也得到了很好的接受 影片中不仅有空调休理 还得到了休假的约定 引起了许多粉丝的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